Lun Sang 長大大 莊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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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大大 不僅是日本在台灣也有百年歷史的日式湯屋 位置就在北投 最早沿著北投西簡單建置的野溪溫泉 大約1907年左右被日本人改設為官方浴場 後來在1950年第一代老闆買下來之後 改建成大眾澡堂 现在已经传到了第三代的手上 是北投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温泉浴场 还可以体验稀有的青黄泉 这跟着我们记者沐夏季的脚步 出发前往北投 展开一套泡舱之旅 天气好好喔 好山好水好温泉 今天二道中来到了北投 大家知道北投有很多很多的温泉 但是你知道吗 北投公园的旁边 有一间百年历史的公共澡堂 我们过去看看吧 国内外游客不远千里而来 连来连晚的新北投 隐身在许多温泉会馆旁边的日式建筑物 就是记录着北投百年历史的公共澡堂 因为最早是沿溪笼而建笼 就是小瀑布嘛 我们前面有一个温泉石 有看到 对 所以从奶通 那是温泉喔 它是温泉 它是从地道湖的公共澡 不是 它其实就是温泉 对 那只是因为安全 怕大家都下去泡沫 安全考量 所以它才把它变成一个温泉的感觉 那其实它是温泉 那早期是 听说最早期日本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天的温泉 没有那个 对 然后冯冯冯似 像冯乃汤的那个冯 也是因为小瀑布嘛 溪里面的落差 照着小瀑布 就是他们日文的冯 博 博的def词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日制时代 他们发展到 我们真正有印象 大家在说的时候 就是他们是作为 他们军人疗养的一个场所 所以只有南汤 最古到的是南汤 原本是日制时代 作为军人泡汤 疗养的地方 到現在都還保留著 明治時期的食造育池 真的是從明治時代 就是一百年前就有嗎 其實是真的不太可考啦 但是六十年是一定有 六十年是一定有 對 就從我小時候到現在 就是一人奶奶一等 對 因為它也是純天然的 因為青黃它比較酸 所以它其實沒辦法 是不是有淡淡的硫磺的味道 對 青黃比較 因為我們這邊北投都是硫磺泉 然後有兩種泉質 然後青黃跟白黃 但青黃的味道它是沒有那麼濃 但是還是有疑點 水質清湊 呈現維綠 就是青黃泉的特徵 而且如果你要泡寒淚的青黃泉 目前全世界只有日本綠川 和台灣的北投這兩個地方才有 這麼稀有的溫泉 吸引不少遊客專程來朝聖 當然是有原因 它其實比較有去角質的感覺 那另外就是青黃泉 它在於活絡筋骨這樣 這種血液循環 就是那個腰痠背痛啊 什麼的時候就比較有效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很多 一天來泡 一週來泡個四五天 三四天都有 因為腰痠背部也很嚴重 就是一直打電腦都好酸 聽說還有足湯可以泡 因為我剛剛走了好久 那個腳滿酸的 可以去泡一下嗎 足湯就是方便說 大家如果來了 不敢裸湯的 那我們就去泡一下足湯 然後體驗一下這樣 好啊 我們去一下足湯 好 然後足湯其實是在我們 庭院區過來這個地方 那以前也是我們私人的庭院 然後現在開放給大家 可以方便的去享受 下午茶泡我的腳的感覺 而且這裡還有櫻花嗎 對 這慢慢去蒸設的 還有老樹 環境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泡完湯出來吹吹風 這種環境是很舒服 對 然後看看風景 對 然後像這個的話是 蠻多導覽老師也會帶過來介紹的 黃太子殿校 玉渡社紀念 其實它就是以前日本人 它發展這個地區嘛 那他們會有黃太子啊 那種他們會過來巡視 巡視說它的績效 那經過這條溪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個這樣的紀念碑 本的足湯區就沿著庭院 走到了最角落這邊 是我們的一個私人小天地 好可愛喔 這是一些小收藏 那就很單純 進來以後 你們就洗洗腳 換個拖鞋 換個拖鞋 對 然後就選自己喜歡的位置 就可以開始泡了 好 那你一點的餐點 我待會就幫你送過來 謝謝你 好好享受喔 好 擋在餐點時 我們先泡一下竹湯吧 睡著春天的微風 雙腳泡在肉糊糊的湯 真的好放鬆 美鳳 妳的春天來了 謝謝妳 謝謝妳 用新潢煮的溫泉蛋 溫泉蛋 對… 因為就是以前 第一次可以煮蛋 就是用水煮蛋 是用這個溫泉的學煮的嗎 對… 可以常常看的手錄一樣 它另外是我們的特色手作蛋糕 蜘蛛蜂蜜也是比較養生的 還有這個是我們的 三翔蜜蜜蜜蜜茶 都是台灣道地 台灣的道地紅茶 謝謝妳 好好享受 對 泡一條下午茶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就是剛剛邊吹風 然後聞一聞這個木頭的香氣 然後泡一泡澡 我剛剛只有泡 大概三分鐘 我們身體就已經開始暖 浮起來了 熱起來了 對 然後就開始有一點 這時候剛好有這個溫泉蛋 還有甜點可以吃 有淡淡的這個溫泉的硫磺的味道 剛剛喝完足湯啊 現在就是整個熱起來 有點像是去瑜伽跑步完之後 很像運動完的感覺對不對 真的 氣色也變紅紅 我剛剛看鏡子有點曬一下 會的 如果你天天泡就是 其實我媽媽像她就是 天天泡 所以她現在身體 氣色都還不錯 因為血液徐滑好 什麼都好 妳媽媽是第二代的老闆 對 所以妳是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 一直床前下來這個 秘訣是什麼 那有一種 自己的根的一種感覺 有感情在 因為是自己的家 那妳就會覺得想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也很單純的繼續傳承 這裡可以感受到歷史 然後又很親民 很容易進來 泡個湯 喝個好茶 放鬆一下心情 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主播到鐘 下次見